是我俗心 心痛心的魔術在你 孩子們在台上唱詩歌 平安夜不少家庭團圓 但對於幼兒院的孩子們來說 更需要大家關懷 這是我們的一個監獄廚房 以及他們的洗衣房 來到孩子們的寢室 基隆這幾天氣溫寒冷 議長同志偉特別關心孩子們保暖 也見到熟悉的寵物球球 我喜歡是股東跟瓜子 真的喔 那股東跟瓜子是要去買嗎 嗯 還是我買明天幫你送一些來 我要自己買 你要自己買 去哪邊買 寵物店 寵物店喔 他們有專屬的 上次我還沒有看到他們表演 我剛剛一來他們剛好在表演 其實我剛剛眼神有跟他對到 我就認出他來 那我就發現他的自信 我要強調的是 這些小朋友他們有很多不同的狀況 所以沒有家 他們在一個環境裡面 他們真正需要就是這份溫暖 這份溫暖帶給他們成長 所以我想跟他們講說 他們只要用力的去長大 那其他的我們可以大家社會 大家一起來負責 我們每一個人付出一點心力 就可以陪伴這些小朋友 讓他們未來就像牧師一樣 或董事長一樣 可以持續的回饋社會 那成績也很好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幫助這些孩子 雖然在弱勢上面 但是他有自信心 或者他有能力 我們是全力支持的 主恩之家 目前收容22位怨童 每一個孩子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 在這裡孩子們受到照顧 平安夜邀請了平常關懷 怨童的社會人士一起同樂 讓孩子們學習感恩 我上次來發粽子 他來跟我說他認出我來 我非常的感動 原來我們其實幫助到的人 他們是有默默接收到的 我們自己一份小小的一個心意 但他原來他 我不知道他住在這裡 原來他是沒有家的小朋友 所以我那一天看 聽到他一跟我講 我眼淚就整個掉下來 我真的覺得我們其實是好命的小孩 那我們可以去體會一下 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他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然後他需要的其實是一份陪伴 睡末寒冬 三個月內二度造訪 育幼院的議長同志委 帶著滿滿禮物送給每一位孩子 讓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會孤單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